不是那麼差 他就是我的家傳之魔 你可笑做事啊你 Hello 歡迎你們跟我踩入南半場 現在很多地方都已經開關了 是不是很多人都已經到處去旅行呢 對我來說 去旅行其中一樣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那個地方的東西合不合吃 我相信有很多人跟我都一樣 是很喜歡吃這個東南亞食物 因為我本身有四分之一的印尼血統 所以我從小到大都是吃開一些東南亞風味的東西 今天就打算煮一個有東南亞風味的菜 不過我現在其實還沒想到 但我今天就是打算帶你們去一間 偏向賣東南亞食物的華人超市 看看那裡會不會找到我適合做食物的材料 來了 我們去感受九度的溫度 其實還不錯 因為有很猛太陽 是有一點風 不過OK 真的OK 挺嫩的 我平時都很喜歡去這些東南亞超市買東西 我剛才就說我有四分一人的血統 我小時候經常去店舖的地方就是印尼商店 那種味道跟這裡是一樣的 也是有很多香料味 咦 這個寫著白糖糕粉 但它上面又有越南文的 白糖糕我都很久沒吃過 咦 對呀 你們會不會想看看這裡的茶樓 想的話就留言告訴我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人跟我一樣 看到泰文的時候就突然覺得很肚餓 然後就不斷想著冬陰宮 拍泰這些 這裡賣的出前一丁好像很齊味 咦 這個我簡直沒吃過 我平時都是吃麻油 或者豬骨爐湯 這些是我的深夜剪片恩物 不過今天我想買東西來煮 要做東南亞食物 就真的要看看這個香料架 其實我覺得為什麼這麼多人喜歡吃東南亞食物 就是因為他們有很多不同的味道 在一個菜裡面 啊 我試過用這些咖喱粉來煮咖喱魚蛋 也挺像的 想不想看嗎 留言告訴我 咦 這個芒果乾也是我的童年回憶 不過我不是經常吃 我是經常看著我媽媽吃 我記得它是挺甜的 這隻咖啡粉我媽媽也是很喜歡買來喝的 因為她喜歡它夠甜 我在這裡是會買一些咖啡豆來自己手沖咖啡 我有一些影片放在IG 有時間去看 這裡很搞笑 在餅乾上面放了一些番茄 還有它是什麼 木瓜茄 它還有這個維他命 即是它可以美白的 我真的不知道木瓜可以美白的 平時的薯片蝦片 都是屬於零食來的 如果吃飯的時候拿包這樣的蝦片出來 很多媽媽都會不給的 但是我們印尼華僑的家庭 媽媽是會炸或加一大桶蝦片的 基本上是全天候供應 你喜歡吃飯家也可以 吃飯家也可以 看著電視吃也可以 是不是很羨慕呢 我想到做什麼吃了 因為我看到有包花生 下一個菜是我媽媽的招牌菜 它是屬於印尼香港雕唇菜 需要的東西就是花生 還有雞 有東西不可以不提 如果要做這個花生雞 一定要有這個 是印尼文來的 即是甜醬油 這隻我從小吃到大 我是不需要在這裡買 因為我家裡還有 好 現在呢 既然要做花生雞 即是我還要買雞 可以去這裡的超市買也可以 到了 我現在會直奔去浴宕買雞 我要買的是雞腿肉 它是去骨的 好 給錢 咦 ABC 又見到你呀 即是Local的超市都可以買到 更方便 咦 我見到我喜歡吃的薯片減價 撿起來 嘩 這個真的減得很多 嘩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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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拿一個橄槌 搞定 我買東西不是很快 我也會說的 我的新買東西就會直接買店 買然後馬上走 好了 回去煮東西了 ством好 你今天終於出現了 沒有很多觀眾找你 好了 我們可以做食物了 現在已經天黑了 好像我上次做虎柏合圖 明明很早出去 最後都要搞到夜媽媽才可以做東西吃 看不見到有稀客在這裡呢? 如果有看我的影片的人都知道 其實狀傲經常都會出鏡的 不過為什麼最近好像消失了 就是因為... 其實你已經看到狀態了 是不是覺得它很冷? 因為天氣一冷 狀傲基本上就會在冬眠狀態 而我一向都不會逼它拍片 如果它想出現就出現 它不想出現就不要出現 是嗎? 那為什麼今天會出現呢? 因為現在這間房間是非常暖的 而且今晚我放了一張皮 被它撐住之後它就... 霸了 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說說花生雞是怎麼做的 有剛才我買的雞腿肉 接著就是我已經放了出來的花生 一碗左右就夠了 調味料就相當之簡單 有我剛才說的ABC的甜豉油 這個是白醋來的 是少許就夠了 鹽、胡椒粉和這個糖 就是這樣 第一步 應該做些什麼呢? 有肉在這裡 誰都知道應該先醃肉 是不是? 嘩!我差點忘了介紹我這個 很重要的一個工具 它就是我的家傳之磨 是我媽媽特意給我的 即是那時候我都在想 哎!我過到來 想做那些印尼食物 說真的 用不用這些東西呢 是沒有什麼所謂的 即是沒有用就做不到的 不過呢 你有這個動作 整件事的風味就出來了 一會兒我就會用這個磨來 去中碎這些花生 我想未必人人家會有一塊的東西 是可以用攪拌機 做碎它 洗乾淨 印乾水之後呢 就開始醃了 基本上很簡單 都是來來去去的東西 就是少許鹽 少許糖 少許而已 還有少許胡椒粉 通常專業的都是這樣 適量 或者隨意 接著就可以放在一邊 在這個時候 就可以把花生炒了它 好 油已經沸騰了 我們就倒下去 這樣就小心了 千萬不要炒焦花生 還有不要那麼大火 好香 想知道它熟味呢 拿一顆試一下就知道了 嗯 還不行 再炒一會兒 好了 啡啡地吃了 現在就撈起它 放冷一會兒 就要撞爛它 為了快點放冷 我就把它放在碟裡 是時候到我的家傳之磨 出來啊 那我會逐點逐點這樣 要不然就會飛出來 一用這個石磨 我就會想回我小時候 媽媽每次拿這個石磨出來 說要不知中些什麼都好 我都會馬上 喂 等我來等我來 但通常我不夠兩分鐘 我就會跟媽媽說 媽媽好累啊 好重啊 這個石磨 然後媽媽就會接手了 好 今天呢 我就真的從頭到尾 自己中媽媽 看著啊 我不會叫累的了 這次 你以為有很多人 拿很多部機嗎 這裡正在拍攝 接著要補一個近鏡 就拿另一部機 馬上拍攝吧 終於都搭完它了 我想我用了差不多45分鐘 但我記得我媽媽以前做 很快那碟菜已經出現了 我不知道她用了多少時間去搭這些花生 總之就很快了 媽媽你真的很厲害 現在已經做好了花生膏 將它放在碗裡 先偷吃一口 好味啊 這個菜叫花生雞 你們一定會想 嗯 一定雞是主角 不是 這樣突發 肯定花生是主角 我想說全部都不是 這個菜的主角 是她 ABC甜醬油 不過我從小到大 都叫做 那芥汁呢 就即是 醬油 醬油 那種意思 就是 一講起它 其實又有很多回憶 會湧出來 我第一次接觸它 其實就不是什麼精細名菜 是 灑雞蛋 我以前小時候的早餐 通常都會吃 媽媽就會說 灑雞蛋就這樣吃 沒什麼味道 不好味道 你放下這個芥汁 然後自此之後 我基本上就撕不掉它了 這支東西 不是說你是不是 煮東南亞菜 才可以拿來用 有時候我煎的日式餃子 又或者是魚肉燒賣那些 我都會拿來點一下 你們有機會試一下 超好吃 它是這樣的 稠稠的 第二匙 少許鹽 少許白醋 一茶匙就夠了 最後就要下滾水 用攪拌器的話 其實你可以直接就 下這些材料 不過就不用用熱水 用普通吃水就可以了 現在開稀一點是OK 煮的時候它就會越來越稠 嘗一嘗味 嗯 都夠甜 其實這個夾雞蛋 除了它會給它甜味之外 是會給它顏色水 所以如果你覺得 混合起來 好像不是很啡 白白的 又可以再加一些甜醋 再加多一點點水 這個質地又像了 有些水狀 我媽媽叫我做到這個步驟 之後要拍照給它看 不如拍片 對不起媽媽 我好像磨得不夠碎 看到很多花生粒 這個液體狀 可以嗎 我剛剛聽完我媽媽的訊息 她就說 這些花生不夠碎 應該要再碎一點 她說 你買攪拌機吧 我說我有攪拌機 我是想試一下用石磨去裝 好像以前那樣 然後她說 好 總之你下次用攪拌機了 嗯 一次了 弄得比較水狀 現在我們要煎雞扒 把它放在碟上 因為現在超熱 剪到一條條一塊塊 搞定 花生和雞 將會變成花生雞了 好 現在開始了 收細一點點 不要讓它一下子就燒乾 照我媽媽這樣說 她說它就會越來越稠 其實很快我已經覺得它開始 越稠了 見到它滾 其實就 可以放雞進去兜 我聞到兒時的味 對呀 我媽媽千叮萬燭 叫我不要讓它收得太稠 如果覺得太稠 就可能要加一點點水 因為這個菜 正在就是它要有它的汁 如果你結了 就沒有了那樣東西 這個菜是超好送飯 你剛才看到我落ABC的時候 是落得都很兇狠 你可能會想 哇 甜的 會不會很高糖分 會不會不健康 不用擔心 因為它是用椰糖 所以不用怕白砂糖很甜 又會不健康 這樣 放心 正 我覺得可以再加多一點 其實就慢一點 好 試一下 嗯 是這個味 好 上碟 完成了 現在呢 我要打給我媽媽了 讓她看看 我究竟做得如何 我做完了 我做完了 我現在給你看 我吃 可以吃飯 對 拌飯一流 對 你要試味 嗯 如果跟你相比 我覺得有你的六成 我想 不是那麼差 好厲害 喂 你在我心目中 是一百再以上的 所以我有六成 我已經覺得自己很厲害了 這個是不是印尼菜來的 其實 我自己創作 因為我又喜歡吃花生 又喜歡吃醬 嗯 所以你就想到 好用的就慢一點去 和這個花生 和雞 這樣拌在一起 變成可以拌飯 又香 我那個花生 弄得不夠壞 哎呀 你自己看不到嗎 我中的時候 我看到它已經很融 知不知道我磨了多久 我磨了差不多 九個字 我想 你那個中 是不是很像媽媽那個中 什麼啊 你不記得 那個中是你給我的 我媽媽不記得了 OK 我拿給你看 是 很重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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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還是其實我沒有問你 難道我偷的 這個中 小時候 你做這個 我就爭著想做 你做幾下 我就覺得很累 你用這個要磨多久 沒有假扮的 我都是用這個 這個很容易做的 所以你很少做事 明白了 我以後做花生雞 我都用這個石磨 我不用假扮器 你早點睡覺 不要經常都不睡覺在這裡玩電話 要管媽媽 看一陣電視就睡覺了 OK 好啦 明天再打給你 OK OK 拜拜 乖乖 我媽說我少做事啊 喂 真的很重啊 這個東西 好滿足 剛剛就做到一個 我小時候很喜歡 很喜歡吃 基本上我媽媽一做到這個 一定要添飯 那現在呢 我就懂自己做了 那就是我以後會不斷添飯 可能不久的將來 你會看到我 突然肥了就知道什麼事 那希望你們喜歡 我今天介紹的這個 我媽媽的秘製名菜 這次真的是我第一次公開 我完全是沒有在公開的場合煮過這個菜 我之前煮還要是不成功的 這次又成功又給你們看 那希望你們都喜歡啦 亦都可以試一下啦 那今集就來到這裡啦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就記得CLSS 如果你們好像我這樣 都有一些東西想和媽媽學的話 不要害羞啦 今天問她啦